身边无杂物,身上无坠肉 哈喽大家好,我是斜杠妈咪艾琳艾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段水里的心得 那我觉得在断舍离的过程中 就是一直不断的跟自己对话 然后思考 我把我这几年的经验浓缩成三个大的重点 也提供给大家方向 可以先往这三个方向去思考 如果你现在正要断舍离 可是不知道要从哪边下手的话 希望这三个思考方向可以帮助到你 第一个就是认识自己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适合什么 不适合什么 不要跟风 这样才不会被厂商洗脑 要找到最喜欢的 不要觉得什么不错就买 我之前辛苦赚到钱之后 就是也会想要买名牌包来犒赏我自己 我就在想什么包包适合我 然后可以让我在大部分的场合都适用 后来我发现那个名牌包 本身就很重 因为它就是皮的 然后又很多层 让我觉得负担还蛮大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想来想去 我没有什么场合可以带名牌包 像现在的生活大部分都在家里 在家里的话就以居家的物品为大部分的需求 那如果以我在工作的模式的话呢 工地那边都粉尘 然后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包包 通常去那边都是包包可能丢地上 然后可能要爬上爬下去看一些东西 确定一些现场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工作的时候我也不太适合带太好的包包 然后假日跟老公还有小孩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是上山下海居多 所以我觉得也不适合带名牌包 我想到唯一可以带的大概就是婚礼吧 可是婚礼一年才参加几次 除了我要有个地方收纳它以外 我可能还要花时间跟金钱去保养它 后来呢 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这一笔钱呢 我原本是打算等我女儿满三岁的时候 规划一趟亲子游学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还比较有意义 因为可以跟女儿一起出国留下美好的回忆 然后又可以让她学英文 我自己也可以复习一下我的英文 我觉得这笔钱花在这里的话 会带给我比较大的幸福感 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别人都有一个名牌包 别人都有什么 我真的也需要吗 那无奈就是去年五月爆发疫情 所以目前这个规划还是各自的状态 那还有一个例子是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跟我一样 可能会把娘家的一些习惯 带到跟老公一起住的新的家庭里面 比如说 以前我在娘家的时候 我们家的工具箱 是放在电视下面 那个电视柜的一个抽屉里面 然后我跟我老公一起住了之后 我也是把电视下面 规划了一个抽屉 是专门放一些 铁锤啊 螺丝起子啊 热龙枪啊 或者是螺丝钉啊 膨胀螺丝 这一类的 修散类的工具跟材料 在旧家住的时候啊 其实常常需要维修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厨房跟浴室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老公在修理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一直 跑到客厅 然后拿什么工具 然后再回来回来 在弄的时候又发现出 又少拿了什么东西 然后又这样来来去去这样跑 然后我就发现出 这动线规划不对 难怪人家都要用工具箱 后来搬到新家之后呢 我就把电视柜取消 买了一个工具箱 把所有的修散的东西都放到工具箱里面 当然这中间有进行过一些挑选跟断捨离 目前这个工具箱呢 是放在我们后阳台的洗手台柜下面 所以我们家现在的电视墙 是长这个样子 电视墙只有电视跟烧吧 然后摆几盆植物跟一个时钟 就这样子 没有任何的柜体 也没有任何的杂物 所以真正认识自己 并且了解全家人的习惯 来打造我们的居家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别人有什么 我们就一定也要拥有什么 那也不要被一些旧有的习惯 给束缚住 第二点是对未来要有明确的规划 比如说有没有要再生第二胎啊 因为这关乎小孩的东西 要不要淘汰掉 如果有的话是哪些要留 哪些要送的 再来就是兴趣方面的 比如说烘焙啊 还是像我之前很喜欢做一些手工艺的东西啊 我还会自己织毛线织围巾这样子 那对这个东西还有兴趣吗 如果有需要的话 再留不需要的话 如果真的那只是一时的兴趣的话 那就给他送出去给更需要的人 再来就是一些生涯规划的部分 比如说有没有出国工作或读书的规划 那可能身边的物品就要做一些整理 或者是说曾经有养过宠物 那宠物已经过世了 那家里如果还有一些宠物的物品 都会想说 我到底还会不会再养一只狗 那如果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就是之前曾经有过的 可是不确定自己未来 还会不会用到 在还没动手之前 不妨就先找一个独处的环境 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跟自己对话 然后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 我当初刚开公司的时候呢 我把大部分的重心都放到公司的营运上 因为那时候公司的营收已经是比电力还要多了 可是呢 我又有一点舍不得电力 因为就是觉得说 电力也是我花了很多心 是经营了好几年 然后也是对一些 很支持我的一群时钟的客户很不舍 但是那时候公司的业务已经上回到了 我每天真的都很忙 所以后来我就先把我电力 一些身材设备跟家居先搬走 然后我就租了一个仓储空间 先把那些东西都塞进去 我那时候就想说 看怎么样之后再说吧 我先把公司最近重要的事情 先忙到一个段落 之后再来思考处理开店的这件事情 然后一搁呢 就搁了好像一年多还两年吧 那虽然每个月租金只是几千块钱而已 可是这段时间我竟然也白白花了十几万 后来我为了停损 这些我店里曾经的身材器具 我全部都上网po了之后 我用送的送出去 因为我不能再买了 这些东西卖回来的钱呢 根本就不够付我的租金 这是我算蛮惨痛的经验吧 就是对未来规划不明确所付出的代价 那在这边就是提供我这个经验给大家参考 那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 我绝对不会再把我家里的物品 说我现在还不能决定的东西 我先暂时租一个空间去放 然后等未来看怎么样再说 因为拖是拖到自己的金钱 所以我家里的物品我现在处理的很干脆 我如果舍不得那些二手物品的钱 我会失去的更多 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享有不一定要拥有 拥有不代表享有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好了 像开车好了 如果你今天想要开一个很好的名车 我们不一定要买这台车 我们不一定要拥有这台车 我还是可以享受使用它的体验 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讲求环保跟共享 不用每样东西都要自己买 我们都可以透过租借的方式来享有它 把心放开把手张开 就可以拥有全世界 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就不用什么东西都买回家放 比如小孩子想要玩球池的话 曾经我也想说看网路上的照片很漂亮 像买个球池 然后买很多色彩缤纷的球回来放 感觉就很梦幻泡泡这样子 后来我有买一个伸缩浴缸 就是给我女儿洗澡用的 之前的影片有出现过 那那个伸缩浴缸呢 就有送大概十来颗的球 就是给小孩边泡澡边玩的 然后我想说那个棗盆是干的的时候也可以充当球池 因为我喜欢一物多用嘛 我就把那个球池拿到客厅 然后把那些球放在里面就是让它玩 后来我就发现这样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女儿会把那些球乱丢 然后就会滚到家具下面 下来就是那个球啊会被它踩 那那时候她刚才学走路而已啊 就很不稳啊 就有因为踩到球跌倒撞到头骨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危险性 我就觉得拥有这些东西反而增加我的困扰 那现在呢 当然我女儿也是非常喜欢玩球池 就花个几百块带我女儿去那种 有球池的游乐场或者是亲子餐厅 就想要学烘焙的话 或者是想要学花椅 现在很流行永生花 那我觉得说也不一定要自己买一大堆材料回来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开课 而且老师也都会把需要的材料都准备好 像我之前就有去上那个防针的年度 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玩 对我来说就是体验过就好了 那如果我一开始就入坑买了一大堆 然后玩完觉得没兴趣 那那些东西要怎么换 所以我们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之前呢 可以先报名去体验 等到自己真的很有兴趣 很想深入钻研的时候 在入坑也不迟 接下来就是我老公的例子 他之前买了一个健身器才回来 而且是很高很大的那种踏步机 他买回来就只用一次而已 然后就放在那边 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没再用 那我就送了 我就想办法把它处理掉 后来是送给我朋友的老公 之前他又去朋友家 又看到有那个起握机 还什么 反正他就说 哎做这个不错 他又想买 然后我就阻止他买 我说因为你买了都没有再用 我说OK你想要买可以 你现在持续一个礼拜有两天 不管做什么运动 腹地提升仰卧起坐 你只要有做到 你就可以买 因为代表你已经有这个习惯持之以恒去使用 不然又像之前一样买来在家里堆着 你知道有在执行断神里的人 每天在家里看到一个很占空间又积灰尘 然后又没在使用的物品 这是有多烦躁的事嘛 我会建议说想要买健身器材的话就先开始运动 那网路上有很多教学影片啊 其实是不需要靠任何器材也可以做的运动 先建立每周固定时间运动的习惯再买 不要有那种买了就觉得自己会变瘦 或者是买英文教材就自己觉得英文会变好的习惯 现在购物都很方便 所以我们把网购老板的仓库 还有楼下商店当我们的仓库就好 不要把家里当仓库 比如说是调味用品或是清洁用品这些 我都是用一备一或二 就是说正在使用的那一罐之外呢 另外再准备一罐到两罐 那当然看使用频率有多花 所以我建议大家心思往外开放 这个世界很大 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花心思去体验 我们的背包越轻 我们走的路就会越长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